三百年来,人类一度以为自己孤独地存在于科普鲁星区 但他们错了 异虫出现了,四处搜寻并吞噬着沿途的一切 而在很久以前,一个极其先进的外星种族,星灵 就开始了进化感染行动,焚烧异虫和人类 一场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三方战争,几乎在一夜之间倒来 与此同时,人类爆发了内战 警长这些人的发誓要打倒独裁者,Akturus Mask 引起所爱的女人遭到的背叛 Sara Kerrigan 哎呀,伙计们,何时可以撤离 该死Akturus,你不能这么做 都结束了 导航员,通知舰队把我们送出轨道 快 可恢复,一名忠诚的特工,却被自己人至异虫之手而不顾 然而异虫另有所图 他们改变了他,并将其灵能释放到了科普鲁心血 试图寻找他们真正的目标 星灵家园,艾尔 星灵并未意识到这有危险,而且应对不力 他们的统治集团最高议会派执政官Akturus去抓捕指挥官Tathadar 因后这拒绝肃清被感染的人类世界 随后他们偶遇了被议会视为异端的神秘黑暗圣堂物是Zera 2 经过努力,他向Tathadar和Aktanis证明他不是他们的第一人 三人一起从双方阵营中联合了更多心灵来对抗一重 并在议会的重重阻牢下联手取得了多次胜利 但当Zera 2消灭一重主宰的一个脑虫后 他的意识虚弱的毫无防备 主宰从他思绪中窥见了艾尔的方位 使虫群能将所有的力量给路过,倾泻于心灵的家园 是Tathadar在那一天挽救了圣堂物室的秘决 他使用圣堂物室和黑暗圣堂物室二者的力量 与主宰同归于己 艾尔陷落了 Aktanis率领幸存者前往黑暗圣堂物室的家园萨姆拉斯 如今他们欠黑暗圣堂物室一份气 往日的成见因应消云散 Karagan试图控制没有了主宰的异处 除了威勒,他甚至不惜借助Mask和Zera II这些敌人的宝创 当他的同志确立后,刀锋女王背叛了所有人 成千上万的人类与心灵被消灭 威勇所向披靡 但让所有人松一口气的是,战争似乎就此结束 Zera II怀疑威勇受到了黑暗力量的控制 他发现了众多预言提及了一个古老的存在 Amo,试图将心灵与威勇生命形态融合成一种邪恶的混合体 而这股邪恶很可能已经控制了Karagan和他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被禁为英雄的执政官Atanis 成为了圣唐武士和黑暗圣唐武士双方的领袖 作为大主将,Atanis联合了两派 并承诺有朝一日冲行夺回他们在埃尔失去的主要 Raino曾发誓要消灭Karagan 但他的反击行动失败了 而他对Mansk暴政的反抗 也在地幕宣传机器面前投务劳无功 然而在一些老朋友和神秘的新朋友的帮政下 Raino揭竿再起 在多条战线赢得了对抗帝国的胜利 但是ZR2警告了他即将到来的黑暗 并说明扶持A梦的关键就是刀锋女王 他必须活着 在一场袭击应重的老巢查尔星球的冒险行动中 帝国和Raino的联合部队 在Akturus之子Valyrian的帮助下 利用一件古代萨尔纳加神器 中和了Karagan的力量 并将他从A梦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帝国想煞死脆弱的刀锋 但是Raino不统一 金 没事了 我在这里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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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